小唐山定点医院 小唐山定点医院自3月16日19时开始启用以来 累积收治境外来经返经需筛查人员一共是2002人 其中机场转运人员1682人 从各区隔离观察点转运到小唐山的人员是320人 我们最多一天收治区筛查人员达到394人 共累计确诊43人 因病情变化转入地毯和幼安医院4人 今天医院将欢送首例确诊康复的人员出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